如果想要進步的話 恢復絕對是比訓練還要重要的 訓練的不夠 你頂多是沒有做到強度 但如果恢復不足的話 可能會讓你變成過度訓練 甚至生病感冒 當你在訓練完之後 其實免疫力下降 身體已經亮起紅燈 這時候非常需要小心 那主動的恢復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今天的小教室 我們要告訴大家 在訓練的30分鐘以內 有哪些事情是你要趕快完成的 首先訓練完之後 你可以先補充營養品 那每個人可能有自己的習慣 像巧克力牛奶 或者是乳清蛋白等等的 可以找尋最適合自己的 那麼緊接著你的身體 現在其實是處於非常的濕 流汗的狀態 所以趕快換洗你的衣物 把髒污清潔 那從喚洗完補給 大概只要10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接著可能我們會用滾筒 或者是一些器材 幫助你做身體的放鬆 做完前面這些動作 記得除了照顧自己的身體 器材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做一下今天的重點整理 在你騎完車之後 身體的免疫力下降 加上非常的疲勞 所以我們要儘快用一些主動的手段 去幫助你的恢復 首先我們會先補充 訓練後的補給品 讓你的肌肉 還有身體獲得養分 那盡快換洗完畢 然後記得把你的衣服清潔乾淨 清潔完之後 看是用滾筒 或是有專人可以幫你按摩的話 當然是最好的 也要清潔你的車輛 以上的步驟呢 其實在30分鐘做完是綽綽有餘 主要就是每天在做完訓練之後 都要做到 那相信這樣的恢復過程 會讓你的訓練品質大大提升